集會現場 數百位來自中國大陸、西藏、香港、越南 菲律賓和緬甸等國家地區的組織和民眾 高舉旗幟 持續高喊口號 與會人士發表近兩個小時的演說 揭露中共暴政 藏族團體也當場控訴 中共強行大規模採集藏人DNA 並隔離近100萬兒童 不讓他們接觸父母、藏語和宗教信仰 香港團體也抗議 在反送中運動後 香港失去法治 各方面都在倒退 很多民選議員被關押 民主自由蕩然無存 現場團體在中領館前拉起橫幅 樹立墓碑 還有小型遊行 抗議中共暴政 並呼籲早日解體中共 新唐人電視臺 秋金山記者站採訪報導 新售民電視臺 各方面都在接觸中 新售民電視臺 護士們在選編 相同形認知 風云和宗教信仰 新售民電視臺 並且北東部